詞曲 Billy Daniel 彭 beer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時間差不多 這個 呃 我叫聰子豪 呃在社區裡大家叫我Gilbert 然後這位我在VasilSpeal 那這位是光雅 劉光雅 然後光雅 呃 來自於IBM 然後 我們兩個一起 還有羽杰 一起 就是寫了這個 這個Docker Volume Isolated 就是它主要是解決了這個Mesos外部儲存的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其實我們兩個認識 大概一年多前就認識了 然後在一起工作了也很長時間 但是昨天是我們才第一次見面 然後這個可能也就是開源社區都是這樣 然後有一些在開源社區工作過的朋友可能也知道 就是說就是好多時候我們有好多的合作 然後呢也有好多互相幫助的地方 但是可能就從來沒有見過面 所以說我們兩個這次都特別興奮 能再找給大家就是介紹這個Mesos的一個feature 然後這個是然後這個 這個External Isolated 它是我們兩個從比賽到 implementation 從多大學解決的 然後預接也在這裡面當然好多忙 它是整一個project的那個reviewer 然後呢Shepard這一個整一個feature 來 首先就是從我開始 然後我們可以先看一下就是我們為什麼需要做這個項目 就是我們做這個項目的主要的 Motivation是什麼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從那個Path跟Cath的爭議開始 因為最開始的時候我們有Path跟Cath的那個討論 我們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當時在做Cloud的時候 就是對於VM的討論 就是我們到底把VM當作是一個Cath 還是把VM當作是一個Path 然後我們有這個爭議的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就是 VM它第一個是它的啟動時間可能會比較長一些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這個 VM的時候我們需要需要對這個VM的那個網絡 對它的存儲等等來進行管理 所以VM相對來說就是我們去創建的時候 我們花費的時間 花費的精力可能會比較多一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有的人希望把這個VM當作是一個Path來處理 但是有了Cloud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VM當作是一個 好多人都可以建議把這個VM當作一個Cath 那把它當Cath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通過Cloud的話 你可以很快樂地對這個VM的生命周期來進行管理 所以就是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會有這種Path跟Cath Cath的這種爭議 但是這個Container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把Container當成Cath 當Cath的話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用Container的時候 主要是用來管理一些這種無狀態的一些服務 就是我們只需要去裝一些這種PunkCath 然後主要是通過它來幫我們去處理一些請求什麼的 然後所以那其實是沒有數據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需要有這種爭議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最開始的時候 是把Container當成Cath來處理的 但是現在的話 我們可以放下一個 但是現在的話 因為我們今天有了一種新的服務 就是這種有狀態服務 所以我們就可能需要考慮就是 一旦我這個服務如果要是有狀態的 到底該怎樣去對它進行處理 那所謂的有狀態的話 主要是主要是針對這種無狀態的 所謂的無狀態的話 就是說我的這個服務在跑的時候 我不用去關心我到底有沒有一些數據 因為通常情況這種服務都是沒有狀態的 它也不需要去存一些數據什麼的 所以這個主要是一些無狀態服務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上面的這個圖裡邊 它有這個endix comcat 它其實都是沒有狀態的 那現在隨著Container的發展 就是我們現在的話 需要對Container的這個網絡 需要對它存儲等等來進行管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 就是做這個項目就是我們期望 從DowelHive上去接這個屏 然後從這個屏上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從這個屏上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它上面有好多這種Docker的鏡像 全部都是DB的 我們可以看到裡邊有Redis 有MongoDB 有Postgres等等 那這些所有的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需要存一些 書具 然後需要存一些這種狀態什麼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 需要讓Methos能夠跟第三個村子去集成 然後來對一些數據進行激化操作 然後我們從這個圖上可以看到 現在有好多這種Docker的鏡像 它的這個Pol量是非常大的 然後可以看到像這種 Redis 它基本上都是一個Million的Pol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有好多的用戶都在期望 能夠讓Methos去對這種 有狀態的Container來進行管理 就是期望它能夠去對一些數據 對一些狀態等等來進行管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 需要做這個項目 那這個圖的話就是Methos 就是Methos在1.0之前 它是怎樣對這種存儲來進行管理的 那在1.0之前的話 我們主要是通過Cristian Volume 通過它來對Methos的狀態來進行管理的 但是這個的話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的這個存儲全部都是Local的 那所謂的Local的話 就是當我們創建的所有的Container 它的這個Container的這個 需要的存儲全部都是在同一台服務器上的 所以這個就是它現在碰到一些問題 我們可以碰到下一頁 下一頁的話 主要就是我們使用本地存儲的話 我們經常碰到一些問題 那它主要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的話就是 本地的話它可能可靠性不是太好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比如說 如果要是在使用這個Cloud的時候 如果要是我們想對一些Container來進行遷移 那我們對Container去遷移的話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如果要是我們發現某些物理服務器的 它這個負載比較高的時候 我們可能需要對一些Container來去遷移 然後去把這個系統的一些負載 然後動向Balance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需要對一些Container來進行遷移 那我們再去遷移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需要考慮了 那我這個Container去遷移完之後 它最開始的那個存儲到底還能用 那如果這個存儲要是在本地的話 有可能這個Container被遷移完之後 它可能會遷移到另外一台的服務器上 然後所以這個時候這個Container 它就不能再繼續被用了 因為它的存儲已經沒有了 所以這是它的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就是 如果要是這個host如果掛了之後 因為我們的所有的存儲都是本地的 所以一旦host掛了之後 那麼你所有的存儲就都沒有了 所以你所有的Container上 就都不能再繼續用了 所以這個是它的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因為它的這個存儲是本地的 那本地的話它就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這個存儲的這個量有限的 就是我們不能無限去擴展 所以這樣的話就可能會導致 就是如果要是我在一台服務器上 寄的Container數量非常多的話 就可能會導致 有好多Container通常去寫的話 就可能會把本地的存儲給申報 所以一旦這個本地的存儲被寫滿之後 那麼我所有的Container 然後在這一台服務器上 如果要是它還想繼續寫出去的話 可能就全部都會filled 所以這個是本地存儲的兩個缺點 就是第一個它的可靠性比較差 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 它沒辦法去擴展 所以就是我們的一個主要的目標的話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讓Methos 能夠跟第三個存儲去集成 因為現在的話 我們的存儲非常多 包括第三方的一些分布式的存儲 還有一些這種雲存儲等等 所以我們期望Methos 能夠去Leverage 這種第三方的一些分布式的存儲 如果是雲存儲等等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不用去管 就是我的這個存儲到底是不是可靠的 或者它的容量是不是會有些問題呢 那我們那些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去利用 第三方的一些分布式的存儲 或者是利用一些第三方的這個雲存儲 然後把我們的數據去存起來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保證 這個Container就是掛了之後 我們也能保證這個Container 在重新被創建的時候 它也可以很方便地 就是跟它以前的存儲全部都關聯起來 然後把它以前的一些數據去恢復回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方便地 通過這種第三個存儲 然後來對Container的狀態 對它的存儲可能來進行管理 我們做這個項目的一個主要的Challenge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存儲平台是非常多的 包括一些第三方的分布式的存儲 還有一些雲存儲 像一些第三方的分布式存儲 有不同的一些under 它可能有IBM的 有EMC的 那對於這個雲存儲的話 它可能會有更多的 它可能會有 亞馬遜的 有Google的 有微軟的 每一個用戶他在去使用這些存儲的時候 它可能 每一個用戶可能都有一些特定的一些需求 就是我們不能保證 就是讓所有的用戶 特定的存儲 用的平台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保證 Methos的這個 web存儲的這個方案 它能夠跟不同的廠商 跟不同的這種 vendor 跟不同的第三方的分布式存儲 跟第三方的這個雲存儲 能夠很好的去一塊去工作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保證 用戶它一旦把它應用去 遷移到Methos上來之後 然後如果通過Methos 對它的這個存儲來去管的話 它可以無縫的 就是跟它以前的這些存儲平台去 一塊去工作 所以就是這個是 我們看到一些主要的一個challenge 就是它這個vendor太多了 然後在開始介紹我們的這個解決方案的時候 然後我想問一下在座各位 有多少 呃 對同學就是使用Methos for production 請舉一下手 然後 然後 那有多少位是 就是在意 就是說 呃 一個儲存的解決方案的 然後 有多少位是在使用Docker for production Docker demo 好 嗯 其實 其實這個的話 就是 呃 數據中心的解決方案 它就是 根據不同的行業 根據不同的使用方式 都會有不同的 呃 偏重 好比說 在Networking上的Solution 在Storage上的Solution 然後呢 包括在一些 好比說 電信行業特別在意的就是Stability 然後呢 還有大家都會care about 那個 scalability and availability 然後 呃 然後我們這個 這個topic 是主要focus在解決儲存 儲存方案 然後呢 好像 光亞剛才已經說了 就是說 Methos 原來已有了就是一個 persistent volume 然後呢 它能就是給大家帶來的 就是 呃 把一些 stable stable service 的application 然後呢 他們需要有任何的狀態 包括configuration 包括data 任何的都可以 persist 在local host上面 然後 因為 就是在生產過程中 好多是 好多那個application 它可以中途掛掉 它可以因為好多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自己developed developed 的一些buck 然後呢 出現sackboard 也可以 可以因為一些 呃 machine上的環境問題 然後呢 機器掛掉 這些都經常發生 然後 在mesos上面 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 所有的application 都是recoverable的 包括isolator 就是說 每一個isolator 它都會有一個recover的一個機制在上面 就是說 當你的機器掛掉了 當你重新啟動了 你還能找回原來原有的狀態 然後繼續去運行你的task 所以說 這是一個mesos 特別特殊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 也是 就是在生產環境上 就是mesos特別適合 就是production的一個原因之一 然後 在我們尋求storage解決方案的時候 我們意識到了 好像光耀人才說的 就是說 local volume 它有一些limitation 然後呢 包括那個 availability 的一些risk上面 然後呢 包括那些 storage size 的limitation 所以說我們 再尋求一個 外部儲存的一個解決方案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先看到了 就是 docker已有的一些feature 就是好比說大家都知道 用過docker的朋友們可能都知道 就是說 docker run 你可以一個-v 然後呢 就把一些host volume 然後呢 給mount進container 然後呢 當你使用 你specified volume driver的時候 你可以 使用特定的一些 volume driver 然後呢 把一些 external volume mount進那個 給掛載進那個container裡面 然後 我們這裡 我們的設計初衷就是說 我們想要使用 docker volume的這個API 然後讓Mesos 可以跟一些外部的一些卷 進行通信 進行掛載 進行一些mount和unmount的操作 然後原因是因為 有好多的那些儲存供應商 好比說那個 AWS的那個S3 然後好比說那個 EMC的那個 Scale I.O. 然後這些都是屬於儲存的供應商 然後通過 Docker volume API 我們可以很快地實現 這個 跟各種不同 storage供應商的一些通信 然後呢 把這些外部的卷 利用到Mesos的container裡面來 然後 然後熟悉Mesos的朋友可能知道 就是說 Mesos裡面 有兩個containerizer 然後Mesos containerizer 是很早以前就有的 就是Mesos很初期就有的 就是說 它support的是Mesos container 然後利用一些Linux的一些基礎的那些 isolation的一些方式 包括nand space 包括那個C groups 然後呢 建立自己獨有的那些 適合的環境 然後呢 所有都是屬於 就是Linux native supported的 然後 還有一個containerizer 就是 Docker Continerizer 然後 這個是 2014年 開始support的 然後通過Docker daemon 然後呢 來管理 那個 數據中心的container 然後 現在呢 就是我們這個外部儲存 在兩個containerizer 都是支持的 就是 如果是使用Docker Continerizer 它是一個通過Docker daemon的一個 跟外部券進行通信 然後使用Mesos的話 它也是 就是利用了這個 Docker volume的API 都跟外部券進行通信 然後 這是一個 Driver-based model 就是說 我們 如何使用這個 我們如何使用這個 Docker volume driver 我們就 implement了這個 Docker volume isolator 在Mesos裡面 然後 這個 Isolator的話 就是 這個 Isolator 就是專門 Mesos containerizer Mesos specific 然後 Docker volume isolator 它就是 實際上它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 Focus在 如何把一個 外部的券 給它Mount到本地來 然後 如何去管理這個 Life cycle 這個外部券的一個Life cycle 然後 然後呢 它再負責就是說 當我有一個外部券 它掛載到我本地的機器上之後 我再把它提供給 任何的一個continent 它是屬於 管理者的角色 然後 當然 它還負責就是說 去維護 Post Mount Table 這些東西 好像 Post Mount Table這些 它有好多很重要的信息 然後 特別是不確定的就是說 沒有任何一個 開發者希望 Post Mount Table 被Mess up 掉了 然後 有好多 就是不乾淨的信息在裡面 然後 它還負責就是說 Clean up 那些已經完成的continent 當continent 完成了 或者是continent 掛掉的時候 它能把這些 呃 就是 外部券 給清理乾淨 然後呢 如果它是中途掛掉了 它在recover的時候 在它下次啟動的時候 它能找到這些已有的信息 然後我們馬上把它們清理乾淨 然後 這個大概就是 這個isolator的架構 然後 isolator 就是 它是一個 可以成為一個 各種module 在Messos裡面 然後呢 我們的Docker Volume Isolator 我們 implement的一個client 就是說 它一個Docker Volume Driver的client 去跟各種各樣的Docker Volume Driver 進行通信 然後 在實際的那個implementation的過程中 我們使用到了就是DVD CLI 它是EMC的一個項目 然後它可以很方便的 跟各種各樣的Volume Driver 進行通信 然後 這裡好比說 可能比較熟悉Docker的朋友們 可能清楚就是說 呃 比較大眾化 多人用的Driver 就是Blocker 然後 EMC 有一個叫RexRate 的Docker Volume Driver 然後Rancher 外面有Rancher的部 可能Rancher的朋友會 熟悉Rancher的朋友熟悉就是說 Rancher有一個Convoy 的Docker Volume Driver 然後 DVD CLI的好處就是在於 它能跟各種各樣的Volume Driver 進行通信 然後呢 可以統一化它的一些操作 好比說 你給一個Volume Name 然後呢 你再給一個 呃 你再給一個 就是一些Option 好比說 Io Per Second 然後去規定 就是說我這個Volume Driver 我需要這樣一個Volume 然後呢 我要把它從外部 給它放進來 然後我要 對它進行哪些限制 都可以通過這DVD CLI 進行通信 進行 信息的傳達 實際上它內部的結構就是 利用一些Unix Socket 去跟各種的Volume Driver 進行溝通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的話就是各種各樣的Volume Driver 然後 然後 這個是我們設計的一個 User Facing的API 然後 就是 其實很 就是很 很方便 特別容易使用 然後在 熟悉Masos的同學 可能知道我們都用Portobab 然後在Portobab裡面 我們有 ContainerInfo ContainerInfo 是用來 Specify一個Container 你想要它 你想要這個Container 成為一個怎麼樣的Container 好比說 DockerContainer 或者是MetricsContainer 然後呢 你想要這個Container 在Container裡面 你可以Specify好多別的內容 首先一個就是 網絡 你想要它要是一個怎樣的網絡 或者是Image 你想要它使用一個什麼樣的Image 現在我們有 UnifyContainerizer 然後呢 你可以把它定義為一個 DockerImage 然後你也可以用一個 EpsyImage 然後 在不遠的將來 幾個月之後 如果有 哪些感興趣的公司想使用 就是OCIImage 我們也很快就會支持 然後 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方 就是Portobab 在那個ContainerInfo裡面 就是Volume 你可以Define各種各樣你想要的Volume 然後我們這裡面就是 增加了一個叫做DockerVolume的Type 在那個Volume的Source裡面 然後 就是如果想使用這個外部Gem 那很簡單 就直接Define一個DockerVolume 在ContainerInfo裡面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個Message 叫DockerVolume 它有兩個RequiredView 一個RequiredView就是說 你需要Define一個Name 這個VolumeName 你可以是任何的名字 它用來就是跟蹤和管理 這個EternalVolume 在Masus裡面的Lifecycle 然後 Driver 就是 這個OptionalVueDriver 就是第一個 它是 可以看見嗎 就是 它就是用來 specify各種各樣的Driver 好比說 EMC的Rectray 好比說 Rancher的Convoy 然後 這些Parameter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好比說 IO Per Second 那些東西 嗯 然後 這是一個 就是很簡單 很易用的一個Interface 然後 就是 嗯 可以很快的嘗試 在我們的一個Demo裡面 都會給大家演示到 對 這邊的話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 我們整讀和 specify 一個ExitualVolume 特別簡單 嗯 這個是一個work road 就是 我們怎麼樣去 從一個User-based API 然後呢 到那個ExitualVolume 真正的使用到我們的Container裡面去 我在這裡可以給大家很簡單快速的過一點 就是 當我們通過 在framework裡面 就是Mesos 它是Mesos的架構就是說 User會寫自己的framework framework 然後呢 它會把所有的 application的信息 傳遞到master裡面去 然後master 和那個master 會跟agent進行溝通 然後呢 把resources 給分配到各個agent 然後呢 framework是可以決定 我需不需要upset這個offer 我需要幾個CPU 我需要幾個vangery 然後呢 然後當它拿到足夠資源的時候 它可以upset這個offer 然後呢 再把這個 一個task 一個task 發送到master 然後master 會把它在 就是傳遞到一個特定的agent 然後呢 進行工作 然後這時候 當我們define了這個container 然後呢 它需要一個external volume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sauce volume source 是Docker volume 然後driver we useRexray to call it as the volume driver and 我們還會就是說 這個volume 我們會把它define成一個 myvolume 作為name 然後container path 是一個一定要定義的地方 就是說 這container path 它是一個掛載點 在你的container裡面 你想 你想要你這個volume 在什麼地方 然後如果這個 這個directory 是已經有一些文件的話 它會被override 掉 實際上 實際上的掛載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 當有什麼 它都會override 掉 然後 Brainwork launch a task 就是Brainwork 它define了一個application 然後呢 它要有一個task 它要launch到agent裡面去 然後呢 它會把這些信息 傳給agent 然後 agent的話 就是 agent的話 就是跟containerizer通信 就是Mesos containerizer 它是在agent裡面的 它是agent的一個模塊 然後 就是 docker volume isolator 又是containerizer的一個模塊 然後 containerizer 會告訴這個 isolator 就是說 我這裡有一個docker volume 叫my volume 你可不可以幫我 把它 給mount 到本地上來 然後 然後呢 這個docker volume isolator 就會通過dvd cell app 把這個volume 從外部 外部 從外部的一個distributed bio system 給它掛載到本地機器上 然後 我們的那個 通過那個 通過那個 rextray的那個volume driver 然後呢 我們的isolator 又會把這個 已經在本地 可以 客廳路徑上 可以找到的外部件 再給它掛載到container裡面去 然後這時候 它就會 這個 這個過程 都是在container 起來之前的一個 preparation 的一個過程去完成 然後在我們container 起了之後 我們都能看到 我們所要 需要的信息 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就是 我們這個 external volume 一些 現有的一些 限制 限制 然後首先 一個就是說 Mesos 不負責 去把這些 一些第三方的一些支持 給它安裝好 因為 我們希望 Mesos 是一個很輕量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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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中心的 然後 然後 所以說 當用戶需要 使用這個 Docker Volume 的時候 需要把 DVD CLI 先安裝到每一台 Agent 機器上 這是個很簡單的過程 實際上 一個script就可以完成 所有的 大多數 來自大公司的朋友 相信都有 很方便的工具 去把它實現出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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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ker Volume Lifecycle Management 就是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 也是一個 Limitation 就是說 就是 實際上這個 Limitation 是來自於 DVD CLI 就是說 當你 specify了一個 Volume Volume name 然後 當你沒有 當它不存在的時候 當你又要把它 放進 continent的時候 這個Volume 它會被 它會 它會 根據不同的Volume driver 它會被 created imprecifully 然後這個 我覺得是 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很不好的機制 就是說 就是說 當你 specify了一些 不同的各種各樣 不同的Volume name 的時候 它都會 被 它不會告訴你 我這個不存在 我需不需要把它給 你 你需不需要 你需不需要把這個 Docker Volume 給它創建一下 而不是 就是 它會根據 不同Volume driver的一些 Deport configuration 好比說 Rexflate 它會 create一個 5GB的一個 Volume imprecifully 然後呢 好比說 Convoy Rancher的Convoy 它也會 一個我印象中是 2GB的一個 Volume 然後imprecifully 這樣子 它帶來的負面 作用就是說 你無法很好的去管控你的 那個Volume 所以說 所以說 在使用上 我們強烈建議 就是說 所有的用戶 當你需要Volume的時候 你 create這個Volume 利用這個 不同的Driver create這個Volume explicitly 所以 你知道這個Volume 然後你會 Follow up the life cycle 的Volume 然後帶來的好處 就是說 當你不需要這個Volume的時候 你知道它的存在 你可以去清理它 然後你不會有好多 那些 好比說 Zombie Volumes Hanging on your machine on your distributed bio system 然後它不會 就是 occupy all your disk 這些問題 不會出現 然後 所以 這個在 External Volume上面 我們 強烈建議就是 要expressive去 create一個Volume 然後相對應的 用戶 就是 User都會 需要對 就是Volume的 creenup負 所以這樣子 有個好處就在於 就是 當你的Volume 有一些很重要的 信息的時候 它不會被 無緣無故的刪掉 你總是能找得到它 除非你手動的刪掉 這個Volume creenup這個Volume 這個是 也是對於一些 用戶敏感信息的 一些重要信息的 一些保護吧 然後 然後 還有一個 第三個 limitation 就是 我們兩個 containerizer 都支持 DockerVolume 但是 我們 強烈不建議 就是 同時使用一個 同一個 DockerVolume 給兩個 containerizer 原因在於 原因在於 就是 在Masus containerizer 對於 對於這些 DockerVolume 我們會有 reference contain 就是我們會 對於同一個 Volume 在這個Masus containerizer裡面 到底有多少個 container 在同時使用它 然後 如果 如果 沒有更多的 containerizer 在使用它 的時候 它會被 unmount 但問題 就在於 如果 Docker containerizer 同時在使用它 的時候 Vasus containerizer 是沒有辦法 沒有任何辦法 知道的 所以說 它會出現一些問題 就是說 當你已經 cranner掉了 但是 Docker containerizer 這裡面 當初 我們設計的時候 的一個想法就是 Get rid of dvdclr 然後 因為 dvdclr 畢竟是一個 來自於DMC的 一個第三方軟件的支持 我們好多東西 在Masus裡面 如果可以 我們會希望 有一些 native的支持 然後 但是它需要一定的時間 因為 在reprocess裡面 我們有好多一些 比較底層的 unix software上的通信上 我們需要 花時間去把它 implement出來 然後 所以說 這是一個未來的 一個計劃 然後 當然我在這裡 我也可以談一談 就是說 我們 就是在 做這個項目的時候 發現了一些問題 首先是 就是說 我們使用的是 Docker Volume API 然後 我們當時使用 其實主要目的也是在於 有好多廠商 他們會 根據這個API 去寫他們的driver 這樣子 就是有各種各樣的driver 現有的driver 然後呢 可以馬上的被用上 然後把各種各樣廠商的一些外部券 給使用進來 但是 它這個 Docker Volume API 在設計上 可能會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因為 因為 它現在來說 目前它有四個 不同的 interface 一個是 mount 然後 get 然後 然後 在他們 announce這個API 的時候 get 這個 interface 還不是特別的 還沒有完全的 定義出來 所以說 導致的結果就是在於 好多廠商的 Volent Driver 是沒有使用到一些 get這樣的API 然後它直接導致的 另外一個結果就是說 大多數的這些廠商所寫的Volent Driver裡面 它沒有做reference counting 然後 所以 所以大家也看到 在我們的Mesos裡面 我們不得不做reference counting 我們必須要跟蹤每一個Volent的使用情況 這個其實它會帶來一些很不方便的事情 就是說 就是在Volent裡面 以後可能會涉及到的就是說 比如說 Garbage collection 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 我們應該如何去清理一些 長期沒有使用的那些Volent 然後這些 其實 ideally 它都是 應該是在Volent Driver裡面進行實現的 所以說 可能在以後 對於一些外戶券的支持 我們可能會考慮就是 好比說 根據一些Mesos的特性 根據一些 Mesos用戶的使用方式 然後去發展一個自己的specification 就好比說 CBI continue volume interface 就相當於CNI一樣 大家可能 對網絡有了解的朋友們 可能知道就是 COS 它有自己的一個 networking interface CNI 然後呢 它可以 對於網絡進行定義 可以 可以一個 用戶需要的那個 network 然後 相應的 我們可能可以考慮就是說 就是 設計一些 Mesos 可以 特別是 能跟Mesos 和在一起的一些 interface 好比說 CBI 或者是 CSI 這些都是以後的一些 暢想法 然後 也很有可能會實現的一些 一些想法 這個 這個 extended volume 在Marathon的DCOS裡面的實現 就是說 自從我們有了這個feature 在Mesos裡面之後 Marathon也支持了這個 extended volume 然後如果有一些在生產上 使用Marathon的朋友 可以 可能會對這個也會使用上 然後 它是一個 它是就是 它已經是DCOS的一部分 就是說 DCOS 它已經幫抖進了 Rexray這個 Volume Driver 就是說如果大家 有哪些朋友 是使用EMC的一些 Storage Solution的時候 這個 Rexray 它是已經安裝好了 在DCOS裡面 所以說 想用的話 可以起了DCOS之後 可以很方便 直接的使用 但是在Demo裡面 我也會給大家 介紹到這個feature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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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Volume 實際上就是說 在Marathon裡面 用過馬拉松的朋友 可能知道 就是 你只要定一個JSEL 然後呢 裡面都是configuration 去怎麼樣定義你的container 怎麼樣定義你的volume 和network 然後 然後呢 就可以很快的 去把一些 你要的application 給run起來 然後呢 它還可以很快的scale 就是說 你 好比說 我run一個 好比說 我run一個redis server 然後呢 它可以很方便的就是 我要scale 這個redis server 到10 到100 然後我可能需要 1000個container 它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就把它 scale起來 這個也 所以 建基證明了就是 Vasors 在scalability上面 是 production ready的 然後 然後 接下來應該就是一個 demo 這邊 可能就是一些設備的原因 沒有辦法 就是進行 demo 然後 我們就錄了一個視頻 昨天晚上 然後 可以 就是給大家看一看 在 dcos上面 如何使用這個 external volume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我先前寫好了一些 追爽的configuration 然後 我把它 粘貼了進去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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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叫做 mesos.com.hangzhou.write 這是 我希望 就是把一些 很簡單的東西 寫進一個 munk 進container裡面的 一個external volume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 我後面再點進去 然後 它叫做 hangzhou.write 然後呢 它實際上就是寫了一個 hello hangzhou 到了volume 這個demo.text 這個本件裡面 然後 然後 這個volume的話 它是一個external volume 它spacepa在這裡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 container path 是volume 然後呢 它是在mesos container裡面 然後它使用的是 dvd.cli 實際上 它這個 哦 它使用的是rex rate 它使用的是這個 emcrex rate 這個volume driver 然後 它的名字叫做 hangzhou.demo 這是我給這個volume 起的名字 然後 杭州.demo就是這個 我們會創建的一個 external volume 剛才是暫停了一下 好像 大家可以看到 這也是一個 馬拉松的一個base 就是說 在你define一個 task的時候 你可以去 在這個json裡面 你可以看到 就是 回頭大家在網上 都能找到這個 視頻 就是說 你需要多少個cpu 你要一個cpu 然後你需要多少memory 好這裡是128gb的memory 然後你需要多少disk 它可以是5gb 或者10gb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這也是我早先 deploy的一些task 然後呢 現在第四個 是我在這個demo裡面 新建的一個 寫入external volume的一個task 然後 它應該已經完成了 然後在這個sendbox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task已經是開始了 然後呢 已經是fork了一個process 去進行 執行這個task的一些操作 然後 現在 然後已經 它就寫入external volume 這個hello杭州 它已經完成 所以說我把它給 停掉這個task 然後我們會另起一個task 去讀這個task 這個external volume 在sendbox的一個特定路徑裡面 去找 我們是否有這個demo.text 這個文件 然後呢 再去讀取這個文件 然後 它是叫做 mesos.com mesos.com 杭州.read 的一個task name 然後 對 同樣也是使用到 馬拉松的一個追上 mode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點小 然後 它是 maradon.hangzhou.rip 然後 它實際上就是 cat的一個file 就是cat volume.text 的一個file 然後去讀取這個文件裡面 之前 所寫的一些東西 然後 資源 cpu memory 也是跟之前是一樣的 同樣也是使用 rex-ray 作為volume driver 然後rex-ray 這時候就會 找到 原先我們之前 已經創建好的 這個叫做 唐舟demo的這個 external volume 然後呢 再把它重新 mount進另外一個 新的container裡面 對 然後這時候 這個container已經起來了 然後 待會兒我會 就是 進到這個container的sandbox裡面 去看 我是否 cat到了這個 ball裡面的東西 所以說大家可以看到 hello杭州 就是 我們先前寫下的 很簡單的一個小demo 但是 它是 一個很直接的 external的一個應用 所以說 以後 好比說 在 Cassandra 或者是一些 卡卡 或者是一些其他 一些database 它在需要 使用到一些 儲存上的一些 feature的時候 當local persistent volume 它 它會接触到它的 limitation的時候 docker volume extended volume 它也是另外一個 很好的解決方案 所以說 如果有 在儲存方面 有一些 就是 特別大的 需求的一些公司 或者朋友 需要用到的時候 歡迎使用這個 新的feature 然後呢 有什麼問題的話 隨時可以聯繫到 火和光壓 在Vasus的 slack channel上也行 在mailinglays上也行 然後 通過郵件 郵件 聯繫我們也可以 然後我們平時都會活躍在 slack channel上面 大家都可以很方便的 在community slack channel 找到我們 然後 就 謝謝 欸 還有Q&A吧 對吧 大家有些什麼問題 我問問 兩件事 就是如果要用這個 關於光面的話 需要 就是 其他個demon嗎 現在 這個 就是我剛才介紹到了這個 就是說 我們有兩個containerizer 就是 如果你是 只是一個 common task 或者是 一個完全的 vasus container 它是不會需要 Docker daemon的 然後 現在 我們有 unified containerizer 然後 所以說 任何的Docker image 或者是 FC image 或者是 不遠的將來 OCI image 它可以 runs在 Masus containerizer上面 然後 完全不依賴於Docker daemon 就是說 你可以根據用戶的選擇 你不想要Docker daemon 我們完全 totally support 然後 在Docker daemon上 它也是 可以support的 您好 我想問一下 數據券 在節點內的遷移 數據券 在節點內的遷移 數據券 是什麼 數據券 在節點上的遷移 就是 就是 您 我重複一下這個 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有不同的volume 然後呢 在一個又一個的機器上面 然後好比說 我有兩個 Agent A和Agent B 然後我想把Agent A上面的一些 就是Warrant 遷移到另外一台機器上面 Agent B 您的問題就是 我如何進行遷移 是嗎 我覺得 如果 本身有 有些兩個 我的問題 本身有一個container 然後如果 從Node A 遷移到B 它本身的這個volume 是 怎麼做的遷移 就是原來的 就是原來的話 如果你要進行數據 這樣數據的幾零米的話 是需要手動來做的 就是 就是 operator 或者 users 它需要 遷移 然後 但是 Docker volume 它就沒有了這個問題 因為它是儲存在一個 Discute File System 當你需要的時候 它會把它放進這個機器 然後呢 你用完了之後 你可以把它unmount掉 然後 當你在有這個相類似的task 需要讀這些數據的時候 然後 通過這個API 你不用specify 就是說任何一台機器 它去run這個task 但是你用同一個volume 它還是會被放進另外一台機器上去 這個實際上它就解決了一個local persistent volume的一個limitation上的問題 也是我們當初 做這個項目的一個原因之一吧 其實那個 如果要是 其實那個 如果要是你用的是第三方存主的話 那比方說你的一些 數據的這種歉意什麼的 因為 都是用第三方存主來換你去做 同時 第三方的那個存主的話 它會把你的數據去 備份 它會比方說 它會做一些動作 要不是卡什麼 然後幫你 對數據來進行 備份 所以 就限制它 一萬二小時 不需要你再去管 還有其他 那個 作為這個第三方存主的供應商來說的話 能夠做一些什麼事情 比如說 我們在 在主機端做一些插件 之類的 可以方便我們這個 使用第三方存主 這邊有沒有一些 建議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 第三方儲存供應商 就是 有不同 各種各樣不同的一些 就是 操作系統 包括一些 數據中的一些操作平台 它們都需要有儲存的解決方案 然後 儲存供應商都會很願意 就是 根據各種各樣不同 儲存的解決方案 去 根據不同的API 去 去 不同的Driver 然後呢 從而對自己的那些儲存 產品進行銷售 然後 您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不同的插件是在於 就是 給VASOS 好幾乎說 VASOS的插件 就是 您是指的是 就是 isolator這一塊 去進行這些 外部儲存的一些支持 是嗎 好 比如說是 可以 如果我們做的一些插件的話 可以讓你們 一個 的 應該是 可以 通過的查看 走到一些 真正的 深入 雙元的 這些 然後 包含 可以進去一些 融合的一些交通 對 好 然後 這個的話 實際上 很 最簡單易行的一個方式 就是 develop一個你們自己的 module 它實際上就是相當於 你所說的 插件 因為 MASOS 它是可以 有好多 組件是可以模塊化的 從 isolator的 就是說 我們有十來一個 isolator 但是不同的公司 它都會有自己 不同的isolator 然後進行自己 不同的 customization 所以說 如果是對於儲存 對於continent的儲存 尤其是continent的儲存 可以寫一個 就是 isolator 然後那個isolator 它可以負責整一個 你們 自己 儲存方案的一個 呃 就是 儲存方案儲存 券的一個 life cycle 的過程 就好比說 從發現 我如何發現這個儲存 然後呢 我如何定義這個儲存 它可以通過一些 agent frag 它也可以通過一個 user phasing的API 它也可以通過 Poodle bug 裡面的一些 Label去定義 我想要這個儲存 是從哪裡來 我要這個儲存 是如何找到這個儲存 我怎麼樣定義它的size 然後我怎麼樣定義它的一些 其它的一些特性 好比說就是I of a second 這些東西 然後 它可以通過一個isolator 去把它所有都解決起來 然後在isolator裡面 然後你可以還同時去定義到這個 你這個 你們所提供的外部儲存 的一個 如何把它們清理 如何把他們 就是在我的continent掛掉之後 我如何再找到同一個volume 實際上它都能在一個isolator實現 然後可能有些不了解 就是沒有這麼 就是使用 還沒有使用Mesos太頻繁的朋友們 就是不知道Mesos在好多模塊上 它都是好多組件上都是可以模塊化的 它從那個isolator到那個resource allocator 就是說你想要怎麼樣去分配你的resource 我們現在有一個default allocator 但是任何的user都可以寫他們自己的custom resource allocator 然後呢在vature 或者是hook 這些都是可以模塊化 用戶都可以寫自己的那些 想要的custom的一個vature 然後呢包括master detector這些 都是可模塊化 所以說Mesos是一個特別輕量 特別extendable的一個kernel 然後呢 它就有點像linux kernel一樣 它從overlayfs到aufs它都是module 就是說你想要就要 然後呢 你不想要你不使用它 它不會影響到你的主要的項目 然後它都是可以有好多的模塊給加進來 然後在我們 在我們那個Mesos的documentation上面 它都會有關於那些isolator的模塊化的一些信息 然後就是如果你以後就是想在這方面就是 開源一些自己的module 然後大家可以使用 我們可以進行更深入的溝通 然後也可以歡迎去是聯繫我 和光壓 還有 還有 您好 我想問一下 你這種就是工程或者模塊的話 它有涉及到磁盤的隔離嗎 IO 叫IO隔離 因為我覺得就是我們不管做容器還做其他的就是那個dcos的話 那個磁盤隔離性還是挺重要的 就是在一個分布式存儲裡面 實際上這是很好的問題 就是說以前在社區裡面也有人提到就是說 disk IO isolation 然後呢現在來說就是說在Mesos裡面 只有一個就是disk isolator 它是實際上它就是一個du isolator 然後呢它是查看你吃攤的那個可用空間信息的 然後 但我記得好像有一些公司他們有自己的disk IO isolation 但是他們可能還沒有開源 但是我聽說已經有人寫了 然後以後的話 我覺得我們應該做這個 Mesos應該做這個 然後如果您或您的公司感興趣的話 就是想參與到這個disk IO isolation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然後也可以一起去設計 以後就是這個isolator在Mesos裡面 它該如何的工作 所以說這個也是一個開源社區的工作方式嘛 對吧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目前你們這邊會有一些 比如一些user report或者他們的一些最佳實踐 就是讓我們更有新型的 把這個特性使用在我們那個生存環境裡面去 就是一些用過最佳實踐 就是用一些什麼場景會用到這裡面 然後他們已經在生產的使用 類似這樣的一些分享 對 其實這一次Mesoscom 我們又多了好多機會 跟國內各大公司進行接觸 然後 首先就是IBM 就是跟Mesosphere 就是長期合作的關係 然後在用戶 就是user storage這一方面 可能在Mesos documentation裡面 並不是特別多有相當的 是關於國內的 就是主要的一些experience 是來自於Apple或者Twitter 像它在production上的一些使用經驗 包括Two Sigma和Netflix 這些大公司的使用體驗 然後這一次 就是我們在國內發現了 有好多好多就是屬於 國內大公司的骨灰級用戶 就是好比說2011年 2012年就開始使用Mesos production 然後用了好久好久 然後 但是他們的好多的一些就是經驗 並沒有就是 Profit上出來 就是說 所以可能就是 之前我也找過 在好多國內的一些社區網站上 對於Mesos production的一些實踐 有些文章也不是特別多 可能跟一些 可能跟多少跟國內的一些 文化有關係 就是說 大家可能 有些公司會更專注於 做自己的產品 做自己的customization 然後沒有去把自己 一些可以開源的部分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給發上來 然後這回 我們就是接觸到了 好比說 當當和豆瓣 他們都是屬於很老的Mesos用戶 然後他們有自己的 一些很好的framework 然後呢 有很好的isolator 然後呢 他們都把它 其實他們已經開源了 都在Git上都用 然後呢 聽說還有 一千多個Zen 算是很多的了 在Git上面 然後 他們這些 他們都正在籌備 就是說 寫他們自己的一些 使用經驗 實踐經驗 包括在生產上的經驗 都會有越來越多 包括這次Mesos.com 在第一次在國內舉行 都會有越來越多的經驗 大家可以在網上發現 然後呢 在Mesos的那個 website上面 我們也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專門的列表 就是說 有多少大公司的一些framework 它是開源的framework 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後呢 大家可以使用到 然後 原來的話 就只有2Sigma的一個 Cook framework 都現在越來越多 我們也很快就會把 當當的一些 就是 他們自己 Podash的一些開源framework 給加進那個列表裡面的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 一併關注 然後 就是 就是 以後 也可以如果想加入到一些開源項目 也可以直接加入進去 對 其實我更想知道 其實是關於這個組織 就是 可能我們 Cue我們應用場景 大部分還是用那種 有狀態的 融入 融入 我是希望了解 就是 這種有狀態 有數據存在 這種需求的應用場景 有別的公司會使用 正在已經使用 這塊的 推薦 嗯 這個的話 就是 您指的是 persistent volume 還是指的是 所有儲存的 stable service 還是單獨指 extended volume 就是用 messels on 這個 就是 外部儲存 GEN 嗯 據我所知 因為我們這個 feature 是幾月份寫出來的 5月份 5月份寫出來 然後 ECOS 上也是大概 7月份才 加進了這個 feature 的support 但是 Verizon已經在用了 對 Verizon已經在用了 我們還有一些 但是 對於一個單獨器 單Volume的一些 簡單的一些 外部儲存的一些功能 是 是可以保證的 然後Verizon已經在用了 還有一點的話就是 雖然這個 feature 剛做了 但是因為我們是利用 Docker本身的一個 feature 就是用它本身的那個 Docker HolumGear去做 但是這個 HolumGear 它是從1.9的時候 就有的 feature 所以這個的話 其實它一定有好多 能夠來用 包括 我知道的像 電信啊 移動 它比方說用 Messos去關 坑他的話 基本上只要有方法 就把全都 這個 HolumGear去做 parallcast 荊 grown HolumGear Messons 项目,然后那个项目把rextray给需要,然后那个项目的new story 他们其实使用的场景的话,他们有使用 但是说并不是那种属于深度使用一个continent 即十个extended volume给他放进去 他们现在还是一对一的关系 就是一个continent,他们最多使用一个 如果rextray的话,它版本也有限制,他们只使用3.3,0.3.3吧 然后,但是他们使用rextray,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 应该是因为他们想使用那个,他们自己的scale.io 他们想使用emc scale.io的那个储存解决方案 然后呢,同时rextray它有个好处 这个就在于它可以支持很多的,它可以支持很多的那些储存供应商 好比说那个,好比说那个AWS的s3它支持 然后呢,还有好几个在它的documentation里面都支持 算是一个支持的储存供应商比较多的一个water driver 还有其他,时间上大概可能也差不多了 那感谢各位,就是能参加我们的这个extended volume 这个小的一个demo 然后,就是祝各位接下来参会愉快 谢谢